今天我们吃的是鸡蛋酱拌面 看着太有食欲了 马上放点黄豆酱 来点黄豆酱油 来点清水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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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点葱花和香葱姜 过去倒点油 快速的把鸡蛋炒散 炒成这样放点葱花 把这个酱蒸豆过去 再给它炒一炒 现在这个酱的酱味 已经炒出来了 把青红椒倒进来 再搅拌搅拌 今天我们吃的是 这个玉米挂面 这个配料表着特别的干净 只有玉米粉,饮用水和食用盐 这个玉米面条要凉水下锅煮 水干出锅煮三分钟 盖上盖子,光炒跟煤炉三分钟 炒到这个面条没有硬鲜就行了 炒一下温水 香菜,黄瓜丝 炒好的鸡蛋酱 看着太有食欲了 这个面条的口感特别的劲道爽滑 用和米线差不多 而且它是用玉米粉做的 多吃也不长胖 因为能不能做的 还有你怎么可以放在那里 就交叠入的 是 如果你对 你怎么吃的 泥